我今天分享我兩年前去了一趟貧窮旅行 花了105天,這是我旅行路線 那個時候是從台灣出發 然後到印度去了尼泊爾 然後去新加坡、越南、遼國還有泰國 這趟旅行105天我總共花了59000元 其實我自己覺得還不可思議的 最主要是在飛機票的部分 因為四段飛機票裡面我只花了大概1萬塊的台幣左右 那其實要吃跟住其實每天大概300元左右就可以夠了 那我那個時候機票那麼省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搭了一個叫做Air Asia的航空 然後它是個廉價航空 我想大家應該會有一點的印象 那它其實就像空中的灰狗巴士 你不要買任何的服務 然後在優惠期的時候買的話就可以買到非常便宜的價格 然後旅行嘛,出去玩的時候一定會得到很多像這種很像證件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它就是我旅行的證據 它上面會有日期,會有數字 會有我的資料,然後會有我的照片 對,所以我都會把它好好的收藏好 當作以後拿來回顧的東西 然後我想要推薦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深夜特輯》 我想應該可能有些人有看過 它是一個日本的文學家 它寫的一個從南印度一直到倫敦的一個故事 然後搭乘巴士 那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它會教你旅行的時候的那個態度 而不是怎麼去旅行 速度有點快 然後再來呢,我去了加爾各達 那加爾各達它那很神奇的是在旁邊的市集 有像這樣子做生意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從外國人的眼光 去看一個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東西 然後對我來講也很像別的人來去看我們的東西一樣 然後有一次很巧的是我在路上走一走啊 被一個這個戴紅帽子的先生遇到 他就說那你要不要去我家玩 然後我就跑去他們家玩了 所以說這是一個我去他們家玩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很熱情的跑出來跟我拍照 然後招呼我 然後拿一道具食物給我吃 加德滿都,它是尼泊的首都 剛剛應該有人有去過 然後這地方呢其實到晚上的時候經常會停電 他們每天只有大概六到八小時的時間是有電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們經營商家的模式是非常暗的樣子 然後我後來一個人跑去鄧山健行 然後也是去看喜馬拉雅山 然後我覺得在台灣你不敢做的事情 我也沒有爬過玉山啊 所以我就跑去爬喜馬拉雅山 而且是一個人完成的 然後後面就是七千公尺高的高山 然後後來呢我去了瓦拉那西 然後這是印度一個非常經典的城市 然後它在很河邊 然後每天早上就可以看到一大堆人在這邊沐浴啊洗澡 然後旁邊就是非常經典的火葬場 就是大家會時候會在那邊做焚化的地方 有點暗 不好意思,這是瓦拉那西的一個電影院 那個時候本來就要去看寶萊塢的電影 結果沒想到不小心看到一場泰國電影 然後就跑去看 好,那他們的電影很特別的是 它中場會有休息十分鐘 然後就大家出去散步 然後散步完回來繼續看電影 然後我後來因為要去參加一個祭典 然後搭上了一班火車 那本來是就是大概旁邊這個樣子 然後過了三小時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美睫的車廂裡面有大概六百人左右 然後我跟他們一起搭了十九個小時 印度真的非常瘋狂 然後我逃到了達蘭沙拉 達蘭沙拉的話是西藏流亡政府成立的地方 那這個是達蘭沙拉的姐姐創立的小學 叫做西藏兒童村 然後我那時候他們中午休息時間 我剛好闖過去他們的學校 就被抓到教室裡面 然後跟他們拍照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去了南印度 那南印度其實跟北印度 其實可以當成兩個國家來玩 那南印度比較悠閒 像你現在看到這是海邊 然後旁邊是法式建築 這個地方的話它以前是法屬殖民地 那也像是少年PI喜歡漂流裡面的 那個故事的主人窩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在旅行的時候 想要省一些住宿費的話 你可以考慮沙發重浪 大家應該不陌生 那它就是一個 互相交換住宿沙發的形式 所以我在新加坡為了省錢 我就跑去住人家十天不用錢的 然後最後去了寮國的北邊 那寮國北邊 叫做倫波邦的這個城市呢 是一個很像 我覺得像是山裡面的京都 可是它是佛教的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寺廟 然後每天早上就會有像這樣子 和尚布施 然後就在那邊貢獻你的錢財 不是錢財不好意思說錯了 是米飯 然後再來是越南 我覺得越南跟泰國 跟台灣有一點點像 它的街道上面都是機車 然後過馬路非常非常危險 就是比台灣還要危險數百倍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離開之前 我去了泰國 然後我覺得這張照片對我來講 最大的意義是因為它具有生活感 因為我到這邊然後頭髮很長 然後去剪了頭髮 然後我覺得我無法跟他溝通 然後我居然還有辦法剪出我要的髮型 非常神奇 然後最後我想要傳達一個精神 其實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人生啊 很多人說人生像旅行 然後那就代表說 你其實你生下來的時候 就代表你具備了旅行的能力 只是你可能沒有試著 換一個地方去旅行看看 所以你不太知道說 原來旅行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我的故事寫下來 然後它變成了一本書 對 它就是生活在它處 然後我想傳達就是一個 你到別的地方生活 跟在台灣生活 是一個同樣的方式 可是你可以找到 另一個自己的那種感覺 謝謝